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我告诉你 我们俩没你过得挺好 就因为你在中间参了 明白不 有啊 人家根本跟你俩不认识啊 下面有点激热的 下面有点激动 咱们今天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弹开了 到底说东东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挂在家里 放在坐垫上 咱们心平气 我们请叮当来呢 咱们情绪安排一下 停 停 你能停 停 稍等一下 问一下 这个又问一下 大致这个事你们都听明白了是吧 他们因为 可以自己说一下你们的看法 对 说一下你们的看法 他们是因为家里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矛盾点 然后恰巧的今天我们请来的调解员 又是他们的矛盾点的重中之重 咱们谁说说自己的这个看法 咱们来个观众吧 好吧 来 这位阿姨 我是那想的这个女孩说的有点过激了 这叮当的也应该紧身一点 这个大气一点 说不要计较这个 反正我是那想的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么大的火呢 那肯定是与这个男孩不关 嗯 那么这个男孩呢 你是不是 你你站出来 你说一说 你为啥这么喜欢这个这个鼎盾啊 你这样的话 对你这个阿爷还有个交代 对我们这些观众呢 也弄一样 我们也弄个明白明白 好 我就说到这 行 谢谢您 谢谢这位阿姨 我觉得阿姨说得特别 你应该站出来 就是给我们大家一个这个解释 我那个 电脑老师那个 我根本不 我就 我不是那个 实际上咱们俩以前见过 我没 不可能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五年前那时候我刚毕业 然后在说要电视台实习 嗯 然后那时候成感上 您是在那个挑战主持人那边做那个评委 嗯 然后我记着那天是因为我发烧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往家里边没交给我们领导 然后您那时候替我说过一句话 然后您跟我们领导说 说年轻人出错可以理解 从那以后就是 我说过吗 您说过肯定说过 因为那句话就是一直就是 支持我 一直走到现在 包括现在我在未来的工作里边 也一直记着您的话 可能是当年的你一句就是很简单的话 可能对这个孩子 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妈你这些节目太刺激了 不是不是真的 你这样嘛 我不知道你死时死刻 这样一种 关系你想跟夏默 夏默 咱们也 现在心情稍稍缓和一些了哈 想跟夏默说点什么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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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这样哈 就是说就当是我 我就当五年前我跟你说 帮你说过一句话 是吧就是 我可能是可能对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 当时的那个生活 工作上有了一点点的这个帮助 但是他对我我觉得就是一种感激 对 连喜爱都贪慕 或者是仰慕 没有没有仰慕都贪慕 没有仰慕都贪慕 就是觉得 就是挺挺感激的 而且这孩子我觉得 你被开了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我挺同意的领导的做法的 你就应该开了你 你这照片哪来的 我都是就是在网上 然后和那个视频那边 然后截下图来 你不能截点好看的吗 你这截的都 我看看这第二个照片 哈天的的确确是用心良苦的一种做法 这个还很福气的 这照片只能坐屁股底下 太难看了 对 谢谢听到 我觉得 现在是这样哈 通过叮当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整个 小夫妻俩情绪缓和下来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 对 就是喜欢或者是崇敬 或者是感激一个人 对吧 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误会就是这样 没错 那为了让我觉得可以让整个事情 变得更加顺利了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情感专家 来为你们抛析一下 你们现在的心理和整个局势 怎么样会变得更加明朗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热血掌声 有请出 肖多女士分离中兴奋 主任叶肖多女士参谈 有请 有请 欢迎您 叶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来